大家好 我是老牙 这是我们周末鸿鱼 一多半灵芝全叫我家收过来 就这点 最大的灵芝我们已经给人家发出来了 今天发到了 也是全是回头吃的 当时这个灵芝老大了 这一干酥酥了 你看这种灵芝你看它小 这个灵芝挺不错的 其实湿的时候都这么大 一干了就抽出了 它窝边了 给大家看看侧面 侧面这还窝过去了一部分 就很多朋友说的 给我添一个好看的行好的 因为心印的时候确实好 等再干了 哎呀说换了 真的 再干了就没有我心印的好看了 抽出了 这一盆灵芝能有多少钱呢 零几百块钱 看这点玩了 他们也说拿这个灵芝当摆价 那啥摆价 你看那当摆价多好啊 哎你这不是预约给我当嫁妆了吗 你还拿出来写没啥呀 那我要炫药炫药啊 我还没嫁出去 所以还是你的 你把他踩一个 比这个还大 这个挺好看 是不是啊 这个好看 像老牛肝做摆价行 我妈给刷油了 因为这个不怕烂了 也不怕招虫子了 所以 你给大家看看背面呢 你看看 这多大呀 朋友都说拿这个当摆价 这个不行 这个当摆价 这个招虫子过下不行 小不见辣 老头 你再来转一转向 来 转了啊 一二三 一 是吧 妈给你照向 瞧得起你 那个挺好看的 那个做摆价行的 嗯 那个大家别想了 那个是我的 我还有呢 大猩猩是你的 他说你得买 那么大个房子 你有地方放吗 整个大个房子就放了 你又干嘛去 还有摆价呢 你别找摆价了 人要看灵芝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大灵芝小灵芝 它都是一年长出来的 它不是说 哎呀这个大的 就是什么千年灵芝 没那么悬我哈 对 它不像羊肉黄 好多年 一年一层 一年一层 这灵芝可不是 都一年生 你像那个老牛肝 它也是一年一层 那个都得失了年 对的 失了年 这是多年的 你看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嘛 都几 几十年 对 数十灵芝这叫 这个 红灵芝哈 可以买回家 可以拌一层小块 泡酒 不能喝酒的人嘛 就泡 当茶喝 多少给它泡都没有味儿了 然后就给它扔掉了 可以扔掉了 你要是想能吃这个 可以吃的它 还有那么多小嘎 我以为都在这边呢 嗯 他们有的回来一趟 就采这么一个 嗯 咱家的这个我敢保证啊 这都是野生的 你像野生的它颜色 你看这个发红一点 这个发黑一点 那个发黄一点 这都说不准 形状千奇百怪 这都是成熟的 我们家通常就是这种小的 长得不好看的 这个打粉了 灵芝的话 可能头些年 他们都是晒干了卖 但是近几年吧 人家都是新鲜的 拿到我们家 人家就直接卖了 就人家都不拿回家晒干 因为晒干的话 人家还不保准 家里还得有人看着 新鲜的拿来 好看 嗯 等快干了就小 这两年灵芝都没有论筋的了 都是论个儿了 今天也不少 就这点玩了 潮的挺多的 对 其实这里都是空的 你知道 这个完完没有多点 刚刚我们把这些 所有的灵芝编了号 经过这两年的学习 怎么呢 也算是我爸的入室大弟子 对吧 我所学的 再告诉大家 这个灵芝的价格 跟它的大小 成熟度 然后还有形状 还有上粉情况 几方面来的 对 不是说哎呀我这个灵芝大 但是有的大吧 它有白边 它也便宜啊 嗯 像有的小吧 它要全上粉了 它形状又特别好 那样的也贵 对不对 对 我是不是可以出涂了 出涂了 要是回家泡酒的话 那把人别洗啊 你看这个都是豹子粉 千万别洗掉 是不是 别以为是灰啊啥的 这不是 要是今年吃不了 最好是放在冰箱里 冷冻或者冷藏都行 能放得住 泡水泡酒就行了 尝尝看有多斤 来 七斤六两 先把顶上那个碎渣渣哈 还有那个草叶也都给刷出来 其实我爸采这已经够干净了 够干净了 你爸采啥都干净了 我采东西买的 但是我采一块 你知道为啥吗 对呀当事啊 你不采回来我回来调啊 那啥呀 你讲话我采五斤 他三斤的我 你说那也合适 我阿姨讲的香味还挺浓的哈 比咱做的好 有白糖腌那个好 哥阿姨你想想 一斤三十 一斤三十 你说我要是摸倒 万一要摸倒 我给你扛摸 我给你扛摸 他两点去摸会儿 真扛不着我 哈哈哈哈 凉快 以后再不买饮料喝了 我就喝这个 不能买饮料喝 这蓝莓其实挺好多 嗯啊 蓝莓加冰糖 你的超市里喝 你不知道 我们家是什么风格呢 我妈在我妈心里 好东西 要么送人 要么卖钱 自己喝不可能 那绝对不行 这都是小桃 这是挑完的 挑完的 你妈这也喝 爸这也喝 你干嘛 天哪 那味儿挺好 这个 我跟你说 比那个买的那果酱都好 那你废话 你还要 这个再 你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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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吃 这春天然 你尝一口吧 早上吃饭就这么吃的 好不好吃 好吃 你快去能买到这个 姑娘 买不着 我赶快给他们灌上 大家老不老喝了 那个 人太少 自己家云里云里就完事了 就没有了 这一盘都能灌几瓶 能灌两瓶吗 还有个卧子 你别说咱俩 你真的 你这有个卧子 你掉头你全知道 那个谁也不知道 那你看你这又熟 我一般人不告诉 我那天采的点压根也不太够 这个的话回家喝 要加水 就是先喝先加 因为这个太纯了 看不看着 这这玩意太舒服了 我还记得我这一盆都灌多少瓶呢 一盆不够 然后我又把我的给匀进来了 那你不能给人整个半瓶的去 对啊 然后那个小姑姐小小姐 就是你们的这些吧 我看了这两天太热 我不太敢给你们发呀 那个过着这一天吧 8月7号就入秋了 不是说你不敢给我发 你快递人也不敢接呀 那个这个先给你们留着 我不喝啊 你这个你放心 我肯定不喝 我给你们找个地方搁着 然后等入秋了之后再拿 对等天凉了 现在已经我工具够香 现在想发不敢发 现在气了 这个你现在就是没有气 对 你的快递也不会给你 天太热了 对啊天太热了 过一天吧 你别在玩好东西 你再倒上你说再炸了呀 或者再露了呀 破损了 咱不买家了 那你得告诉你小小姐 告诉你姐她们 还有你小姑 这玩意我给她们留了 别人留了 我不喝 我别人也不吞 自体啊 自理 还是她小姑回来采南蛮 要对你回来自体也行 嗯 不给油 回来喝行 嗯 这我妈说的我不管 南蛮果酱 嗯 我说不错 嗯 我都给放瓶点冻一下 嗯 行 看下来看下来 真烦 真烦